2022媽媽頒獎典禮舞台 於29、30日在大阪舉辦 算第一天從舞台燈光、運鏡 到整個主持的狀態都被網友罵上天 但在線上直播時 網友們居然看見鄧子齊出現 讓大家覺得又驚又喜 一瞬間許多網友還以為是眼花 也好奇鄧子齊為什麼會被媽媽邀請 來錄製祝福影片 後來搜尋了一下才發現 原來2020媽媽的最佳華語藝人就是鄧子齊 當時因為疫情無法出席表演 但她一直是媽媽非常看重的歌手 而這次鄧子齊 雖然沒有真的現身今年的頒獎典禮上 但因為參加了微博世界大會 她特別盛裝出席紅毯 也憑藉紅毯上一席粉紫色氣質禮服 屢獲不少網友們的芳心 紛紛大讚鄧子齊每翻天 只有她能駕馭這麼少女的配色 她的驚喜出現讓粉絲興奮直呼 是整場頒獎典禮的最大彩蛋啊